美国参议院公布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经销商在两年的时间内 利用网络匿名信和电子商务 将价值近8亿美元的 类鸦片止痛剂芬泰尼 透过美国邮政系统非法销入美国 芬泰尼是一种强效的类鸦片止痛剂 药效迅速 作用时间极短 效力比马非高50至100倍 美国光是2016年就有将近4万3千人 因鸦片类药物死亡 透过网购从中国流入的鸦片类药物 已经造成7个死亡案例 纽约时报去年曾报导 从中国购买类鸦片药物相当容易 只需付款提供送货地址即可 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指出 美国经常从网络向中国购买大量芬泰尼 目前已锁定6个非常活跃的网站 这类型网站通常自称实验室以掩人耳目 调查人员说 毒贩利用国际邮政系统的漏洞 每年向美国运送上千磅致命的鸦片类药物 中国卖家将比特币作为首选的支付方式 利用国际快捷 透过各国的邮政系统交地货物 如果消费者使用Fedex或DHL等私人托运服务 则会因为风险较大 被中国卖家收取额外费用 美国邮政署回应将检讨后续处理方式 美国国会也正考虑立法 要求外国邮局提供电子信息 但邮政部门表示 许多贫穷的国家无法提供数据 不过近两周前 川普签署了一项法案 向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额外提供检测非法药物的筛查设备及工具 可在入境口岸 机场和国际游建设势力使用 希望能拦截来自中国等地的毒品 流入米国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提 新闻时事报 新闻时事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